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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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潮水 哭啦操的涌了出来 仿佛这不是深夜 而是生意繁忙的赏舞 说来也怪 这样喧闹的声音早就应该把房客吵醒 依照常理应当开门看看 至少应当抱怨两句 可扎小刀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想来是刚才那甜香味道把老板伙计住客通通迷晕了 脚步声和喧闹声逼近了扎小刀 一个敲钢的男人的影子映在扎小刀门前的窗户上 却只是路过 一步一步走开了 似乎是下楼 后面还有一大帮子的人 每一会儿 又有一道造型浮夸的黑影走过廊道 也在窗户纸上留下一个圆鼓鼓的黑影 同样没有察觉扎小刀 下楼去了 这圆鼓鼓的黑影一丈多长 绝不是人类 而这还没完 圆鼓黑影走过去之后 一颗皮球式的影子跳动也映在窗户纸上 这皮球疏忽如电 蹭的一下就过去了 扎小刀眼珠一转 拿起油灯 悄无声息的走到门前 月光明亮 他模模糊糊的 把这些从门前走过的人 看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后面有走姿鸟挪的美貌妇人 紧跟着几个嬉戏打闹的小童 有一个总是咳嗽的勾搂背影走过 再之后 是个肥痴的壮汉 再后面 有猪嘴的头驼 泥塑菩萨像 四四方方一张大脸的母夜叉妇人等等 千奇百怪 人多了 杂鸡杂八的谈论声也传进了扎小刀的耳朵里 要我说 叫一拥而上盖开娘的 那幽森耳见脸就没来 直接抢到将冠去了 不会不会 耳见脸可不会那么冒失 莫谈闲事 这就自由 前头白狐脸长得可真俊枪 你们谁认的 介绍给努备 哪家倒霉孩子 松嘴 一片热闹之后 最后是一团黑乎乎看不出形状的东西走过狼道 在他之后 扎小刀等了许久 也再没看见有人影经过了 扎小刀把油灯放下 推门走了出去 走廊前后空落落的 地上有黑色淤泥残留 他本来抄起了吃稳双刀出来 可沉吟一会儿又暗自摇头 四道黑色文字在他指尖绕了一会儿 轰染破碎 天官赐福 天衣无缝 这也是葵枝天拳的字句组合效果之一 何能伪装他人的人面桃花类似 不过 人面桃花是改变外表 而天衣无缝的效果 是能让其他生物把你当作同一种族 剑妖则为妖 剑怪则为怪 不过 不能和人面桃花同时使用 扎小刀把持稳双刀插在背后 大摇大摆地往外走 很快 就跟上了前面的队伍 原来 最后那一团看不出形状的 是一个两米来高的淤泥团 身上全是杂草 混着淤泥 蠕动着前进 他看见后面的扎小刀很开心的样子 张大了嘴巴 裂成一个笑脸 扎小刀也客气 冲他点头 来了 这满满当当的人只是一部分 扎小刀眼睁睁地 看着其他走廊也走出来这么些怪人 天窗外头飘飘摇摇 还能看到众多黑影子从外头涌进来 众人一起往楼下走 楼下的戏台子前头 站着一个脸淡红扑扑的小老头 手里拿着穿红袖球的鞭杆子 一看 楼上的重腰来得差不多了 急忙拿鞭子抽打身边的八星桌子 茶中盖碗 嘴里还骂道 不要脸的懒心跳 鬼客们都到了 还愣着干嘛 说来也怪 他这一番鞭子下去 这些板凳却物资抖动起来 然后摆其沉冽 茶壶里倒出热茶 盘子飞到后厨溜打一圈 瓜子点心 鸡鸭鱼肉便摆了盘子 几坛子掌柜沉酿的老酒自己破开泥风 上了八星桌子 上座 上座 扎小刀跟着人流 也坐了下来 他左边是个身穿黑袍 面如关玉的威严男子 右边是个面色不快的金牙白面鬼 只是头上长着一只蘑菇 上面还有牙印和口水 扎小刀举目望去 好家伙 这一屋子的妖魔鬼怪 有的垫目血舌 只看外表便知道是吃人的恶鬼 有的却粉面淘腮 是脸弄得能掐出水来的小娘子 更有肥壮的屠夫 猪嘴的道士 耳窝里头蹲着俩漆黑小人的长耳书声 鹅观搏带的利差 无一而足 扎小刀顾盼了两眼 却迎起了左边那黑袍男子的注意 面带微笑的看着他 你是长天青的子孙 扎小刀甘笑一声 摇摇头 那黑袍人不再说话 那池边甘子的老头大声的说着 扎小刀拿起筷子 却发现除了自己没有人动 一时间有些尴尬 只好把筷子放下了 莫了 一股冷风卷起 八心桌中央 物字立着一个黄袍书声 三十许岁 举手投足 却带着了不得的威严 诸位 他拱了拱手 请了 那威严黑袍男子 这才拿起酒杯 紧跟着 有人开始动筷子 声枭声传来 白天置在铁箱子里的乐器 自顾自的飞了出来 戏台上飘来红红绿绿的戏服 没有人穿 却立在台上 一一压压的唱了起来 深夜中 酒楼里一片热闹 扎小刀这一桌子一共八个人 扎小刀只顾吃菜 旁的也不管 一刻钟的功夫 对面的猪脸道人喝得大了 嘟嘟囔囔 这小门小户的酒就是清白 要是能喝上李家走冰府的陈年佳酿 那才成功 这黄袍书声耳朵一动 轻轻一笑 哼哼 这倒也不难 他说话声音不大 却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黄袍书声让那持边杆子的老头 自帐台取了笔墨纸张 在白纸上刷刷点点 画了一个黑色弹子 中间有红纸贴的酒字 道兄 你来 黄袍书声一扬手中的干瘪纸张 猪嘴道人凑了过去 伸出手里的酒碗 黄袍书声把手里的纸稍稍的倾斜了一点 一道清凉的酒柱子 从纸上的酒坛倒了出来 给猪嘴道人倒了满满一碗 猪嘴道人仰天喝下 杂摸杂摸滋味 好酒 哎 好酒 酒席上的气氛更加热闹 这一张纸酒在席间被人传来传去 戏台上吹吹打打 这猪嘴道人却又不满意了 酒是好酒 肉却没了紫味 我听说李总领府上 养着数十条西种的黑地羊阵血 地羊便是俗称的狗肉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 这是过去时刻老涛的口头禅 意思是黑狗狗肉味道最佳 其次是黄狗 白狗最差 好说 黄袍书生依旧风轻云淡 又拿起毛笔 在纸上画了几只威猛的黑狗 又拿笔在纸上的狗身上横横一切 撩起锈脚 手往纸上提探 从纸上抽出四大块血淋淋的骨肉 放在鞭杆子老头递过来的白玉盘子里 那猪嘴道人急急忙忙的说道 给小火翻炒 去油 加荔枝清水大火炖 味道尤其干美 黄袍书生点头 吩咐鞭杆子老人 嗯 去坐 老人转身 进了后厨 不多时 挑香四溢 大块狗肉上了酒席 那猪嘴道人吃得满脸是油 眼前堆起骨头 那粗俗模样 让扎小刀身边的黑袍威严男子直皱眉 我后老了 扎小刀尝了一口 半字摇头 唉 那猪嘴道人吃得心满意足 又叹起气来 肉肉多好 齿儿却太粗了 我听说 李如梅总兵 新纳了一房十六岁的小 那黄袍书生的眼光 淡默地扫了过来 猪嘴道人如遭雷击 立马闭嘴 埋头猛吃 诸位 黄袍书生不再理他 冲众人举杯 请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这些人喝得东倒西弯 那娇俏的小娘子 也露出了狐狸尾巴 长耳书生耳窝里的小人 也泡在了酒碗里 肥吃巨汗 更是不时打出雷响般的酒格 有人还算清醒 一边踢牙 一边冲黄袍书生 说道 胡三先生 酒也喝过 菜也吃过 你把关外四十八路 外道统统请来 到底所为何事啊 无非是因为龙虎棋牌 和那户籍的将官 那黄袍书生说道一半 眉头一皱 怎么有生人味儿 扎小刀没有当回事 把一块鸡骨头 放进嘴里扎墨滋味 他都吃了大半天了 那黄袍书生 要是能够发现自己 早就发现了 果不其然 老黄袍书生一仰手 戏台上的衣装乐器 轰然倒塌 露出一个矮小的身影 曹永昌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